用不同的方式过新年 台南发生严重的地震灾情 原在美国跟加拿大的 刺激人文学校师生 新细灾情 在利用了新春活动 一块祈祷 姚祭祝福 五龙五师 增天习气 西雅图刺激人文学校 今年的新春活动 校长也不忘提醒同学 遥远的台湾发生地震灾情 大家要一起传送祝福 很多大楼都倒了 很多人受伤了 也有很多人过失了 同学们不要怕 台湾有很多好心人 大家都已经去帮忙了 台湾在2月6号凌晨 发生了大地震灾 那么我们实际 不管是国内的或是海外的 大家都一起在做这个赠灾的工作 这是非常令人感动 全校师生 家长 与会来宾共处一处 一心为台南的灾难祈祷 在顾布廷诺人文学校 迎接新年的活动 师生相互表达关怀之外 听闻台湾传来地震灾难的消息 也一起点燃新灯 祈祷灾民早日脱离险境 跟王丽一样一个欢乐中国女 但是台南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我们也让小朋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送爱送福回台南 台湾加油 台南加油 祈祷时 大一幕上的画 呈现阳光普照 台湾宝岛 更直接感受小朋友纯真而温暖的心意 大一新闻 真善美志工 综合报导